欢迎两位 这自由职业是干啥的 我是做服装 是服装设计 还是买卖服装 就是卖服装 母业是刚丢掉工作 还是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然后现在就是跟着她干嘛 现在这是你老板 对 谈恋爱多久了 我们俩两年了 今天来是为什么呢 她现在每天就跟着了魔似的 就逼着我这个买房结婚 然后但是我现在心思 我想放在世界上 然后都说这个北京机会多吗 我想去北京再发展一下 但是她就不让我去 我不是不让她去 就是说我给了她两年时间 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比她大 我比她大四岁 认识的时候就是说 家里边那个 像我这么大的年纪的 就是都结婚了 她当时也没有钱 没有存款 她给我承诺 意思是我们两个 咱两年前就彼此拿出钱 然后付个首付买房子 然后结婚 我俩已经出了两年了嘛 头段时间的时候 我朋友他卖房子 然后有个户型挺好的 价格也挺合适 他看也行 然后我就想 那就彼此把钱都拿出 直接买房子订婚吧 然后他就一分 他也没拿出来 那我的钱 我不是我公司刚有点起色 属于上升期 我公司需要钱 我不投里面了吗 你还说你上升期 投里面 他有点骗我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工作 挺稳定的收入 我问他就是收入怎么样 他说每个月都会有收入 然后其实他一分钱 都没拿出来 那你也不能去我公司 瞎搅合呀 我跟朋友合伙干的嘛 是不是 他跟我朋友去捣乱 跟我朋友说那个 我不干了 让我撤出来 那我朋友对我都很生气啊 我不是瞎搅合 就是我之前我也跟他说了 既然你干这个 你就不挣钱 而且两年时间已经过了嘛 我说就年纪挺大了 我就想着说是 那就让他跟我一起干付乣 我跟他说好几次 他也不听我的 那公司不开了 不开了 他娇黄了 所以你在跟他干是吧 对 他让我跟他干 干着干着也不愿意了是吧 对 他特别受不了 他总是要求一些 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接受不了 主持人他就属于 挣一分花一分那种 就我感觉就是说 再这样子下去的话 那房子没时候能买 而且我不要求他多 我就想让他就是说 你不用有车也不用有钱 就是咱们得有个家吧 但是说他这一点 他都做不到 我怎么我就做不到了 我是为了咱俩就是 付个首付买个房子 然后赶紧订婚 那你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可以啊 但是我想着 那你跟我就是说 做这个服装 一年之后肯定就会 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可以订婚 但是我心里边不舒服 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能订 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订婚是几个人的事 两个人呢 为啥他不回答 我现在就是想着租房 他不干 他就着急这个买房 我的问题是没房子能不能订婚 能订 还去北京吗 订婚就不去了呗 但是我真不想跟着做那个服装 他就是每天逼着我做一些事情 就很多事情让我接受不了 我平时吃个饭呢 我就交朋友嘛 社交嘛 他都不让 就怕花钱 就想着这个买房啊 结婚 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都答应好了 出去吃饭 他死活不让我去 就给我留在家里 到最后我跟我朋友也翻脸了 不是说我死活不让你去 是家里面的工作 我每天早上五点 五点就起来去进那个货 天天忙来忙去的话 半夜十二点才能完事 我的意思是说 咱俩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 你可以去 我不是说不让你去 那你就先干一下吧 平时都我干的 脏活累活我干 你就不能给 也稍微干一下 我没有干吗 你总说我不让你交你那些朋友 那我跟我闺蜜 也没有事先出去啊 那都为了什么呀 那我也没经常去 我也不是偶尔的吗 偶尔 你再去 那明天干不行啊 非得就今天干 那货都是明天早 起早的话赶得发货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谈恋爱的还是谈买买的 我感觉他跟你前也不一样了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对我就是特别细心 你知道吗 就吃饭的时候 可能我一个眼神 就知道我要纸巾 就半夜的时候 就我饿了的情况下 你都会跑好一条街 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现在呢 就我连手术的时候 他都没去 就他明知道 喜欢他都没去 我自己去啊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我怎么了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有一次 也是我跟我朋友出去 就KTV唱歌嘛 他也是很凶狠地去找我 然后给我拽出来了 当然我朋友的面 我为什么拽你啊 我为什么拽你 我特别没有面子 让我很尴尬 我一个男人 没有尊严呢 我感觉你一点也不心疼我 你知道吗 你就把我自己扔在家里 自己做 那你每天就是都赚钱买房 我像个机器人一样 那你之前答应我什么了 我答应你呢 我也不想这样啊 你到他服装店干了多久了 五六个月吧 你们交往了两年 前十九个月你在做什么呀 我之前就开了一家 这个小公司 就拍一些什么短视频什么的 那个时候是一谈恋爱 就双方就承诺说 要共同买房 然后结婚吗 那会儿我是答应他了 所以在你们谈了 十九个月的恋爱之后 他把你的工作给搅黄了 按你的说法是吧 对对对 原因是因为想买房 你拿不出钱 对吗 是 那你们在谈恋爱期间的 财务管理是怎么个管法 就是我不干涉他 他也别干涉我 就规定两年之后 彼此都拿出一份钱 然后共同去买个房子 等于他失约了 对不对 对 然后你们这五个月来 就你在他手底下打工 是这意思吗 对 他每个月 我就跟孩子一样 每天给我零花钱 我就能这个抽个烟 那你不能做其他的事吗 你为什么 我非要他在那打工吗 他不让我去啊 为什么不让别人去 我想跟他要钱 因为这两年之间 就是我不会管他 不会怎么样的 我相信他 然后就是他一份钱 他也没挣到 那我现在 我这个工作挺稳定的 我就想着 那我俩就每天在一起 不是 人家不愿意啊 那他不愿意 他想做什么 他现在想做什么的话 我没有时间给他 他想做什么东西 他也不确定会成钱 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不支持我 是我不支持你 我支持你两年 你怎么了 我感觉我不是你男朋友 真的我感觉 我好像你养了一小狗 他不是我男朋友 不会管你啊 就我想 我也跟他说过 老师 我说你给我点钱 我去学点什么技术 有点一技之长 他也不行 他说你太搞笑了 咱们房子还没买呢 你要学技术 不是 你 然后 我们